Hello 各位 我們今天又去行山了 這次我們會去行流水響 欣賞一下這裡的湖光山色 之後就會走上九龍坑山 在這裡沿著山路到大埔 路線是由流水響的閘口 一路沿著水旁邊 經過流水響營地 一路走上一條急斜的水泥路 在這裡一路上到一個涼亭 稍作休息之後 就繼續走上九龍坑山 在九龍坑山 沿著一路延綿不斷的山脊 一路走下去大埔 途中會經過康樂園的旁邊 然後再下去就是大埔頭 到達我們的終點了 想坐公車來的話 就要在粉嶺火車站C出口 乘乘52號B小巴過來 出發了 這裡就是流水響水塘的閘口 過了閘口之後 就會經過一條青幽的帕遊路 大約走十分鐘左右 就來到一個公廁 這個公廁很企理的 大家不妨去光顧一下 廁所右邊走下去就是一條水壩 在這裡看下去 小小的北風 趁著一排 變成紅色的萊蟲 加上被風吹起的蓮蓋 感覺上就覺得好像在北歐一樣 這個角度看 又有點像日本的輕井澤 這麼好景 我的團友在這裡不斷打卡 顧著拍片 要我的團友等我 好了 我們現在進去流水向郊遊徑 進去沒多久 就已經看到第一個打卡點 就是這個圈 立即打一張卡 喂! 擺姿勢的時候 讓團友拍一張這樣的卡片 這個位置真的有很多美景 流水響 確是令人心亢神 好幾乎 是否有很多美景 其實是因為很美景 有很多美景 可以放在這裡 就好 然後就好 有很多美景 的廚師 可以把它尖身 在這裡 可以放在這裡 可以放在這裡 就好 过了流水桥 走到一个好像树林里的地方 去尋休探备 原来又是一个顶点 马上拍一张 落雨虫就在水塘的另一边 现在走进去看看 虫树被北风吹着 隔外感觉到冬天的气息 打卡打到够了 整个小时 我们要起程去登山 路过这条桥 经过这条小溪 原来这里也有奥入赖溪流 香港人真的没有那样想那样 还有很擅长找代替品 经过这条山路 大约走十几分钟 便会去到一条水泥路 这条水泥路 其实是被车辆经过 去到上面九龙坑山 发射站做维修工作 我们向着九龙坑山的方向走 便可以了 这条斜路都很急 走到扯了气 就是这样上下上下 又转过弯又转过弯 走了23分钟 终于来到这个凉亭 可以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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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走 接着也是沿着九龙坑山的方向走 刚刚经过那条车 其实是TVB工程车 他们都是做维修工作 我们就慢慢走 这条路微斜 不难走 还有树荫 好了 来到发射塔 来到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点疑惑 不过 我们看着这个牌 使用慰逆顺境 沿着这条路走就对了 没多久 便会见到八仙岭郊野公园 这个牌 再继续向前横走 再转过弯 有些人来看 我看到很厉害 果然没有草 哇 这个图形全是大埔 套路港 慢慢看看 对面是马鞍山 脚下是大埔工业村 再向右边拉过去 就是大埔市 原来大埔市 这么大 再向右边看过去 这就是走到你脚都闭迷的大刀引 看回左边有几个塔 就是大梦衫 再看回头 套路港 这个景观真是很壮丽 不是很捨得走 这里有很清晰的指示牌 不过这里是不用怕当失路 因为只有一条路 开始下山了 下的是不断的楼梯 团友又找到很好的打卡点 继续走 都是下的楼梯 迎面而来 有另外一些山友 这些是一班外籍人士 真的扯了气 almost there 我和他们加油 似乎我的男士 不够女士来 来到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下面一号干星 的繁忙情况 今天是星期三 正常工作日 所以繁忙是对的 右边看到有两个山 环抱着的康乐园 然后再继续走 又继续走 又一直继续下 都有上 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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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电掌内 看一看我们将会走 cuff 前面好像ista的山路 前列在山上然后看不见楼梯底 不太短的 都是要下的 看上去的山柚 每个人都扯气扯得很紧要 好了,下完又上了 上到这个顶位看回头 哇,刚才下来的路 原来这么斜 刚才在山上有人写到 这里一共有956级日楼梯 我就没数过了 各位网友不妨挑战一下 看一句话说的,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 走一条泥石路 这条路很滑 所以各位要走这里 要好好装备自己 做一对爪地性能良好的 行山鞋 要慢慢走 不要急 原来这里叫玉秀峰 真是挺好名 不过这条路做好些 就会更加好 去到有景看的地方 乘机休息一下 再移动一下 再移动一下 看看 哇,这里原来就是 连接大窩东路 和大窩西路的天桥 哎 狗仔又来玩一份 狗仔你很健康 不过你要减肥 又下来 又下又上 这里指着大铺头 在这里 只不然可以将大铺头 由头换到下脚 继续下山 这里不用担心路 有路牌 而且只有一条路 在这里可以看到康乐园 白色的屋 橙色的雅顶 真的很容易 又继续下山 走走走走 落到村子 要戴口罩 没多久就可以落到大路了 在这里向左转行几步 便会看到大铺头的公尺 再走出去 就是大铺头路 在这里向左转 就是泰湖花园 走15分钟左右 便会到泰湖泰和火车站 总括今天行程 一共走了8.53公里 最高上到440米 连打卡的时间 一共用了4小12分钟 烧了900卡路里 好了 今天的行程结束了 如果好饿我们去吃饭 拜拜 拜拜